1 年前影片28中提到的平地踩蹲跳 以及平地懸蹲跳曾經都是不穩定的戰鬥技巧 即便是6月27號Kiwi玩家提出的固定構成法 也並非相當的穩定且方便必須儲存一次才能成功 而這個影片要介紹的就是 讓你穩定隨時進入空中子彈時間的方法 首先一般原地踩蹲跳是很難進入子彈時間的 就算蟹盾也很難成功 不過關於懸蹲跳在去年有說明過 影片可以看出它的滯空時間會比前兩者還久一點點 而Aheadmawful利用起跳手持物品的方式 成功優化平面踩蹲跳這個技巧 方法呢就是懸蹲跳離地後 在兩陣內按暫停手持物品 太早會原地手持物品 太晚會無法手持 成功手持起跳後馬上按ZR就可以了 慢動作示範一次按鈕 按站臨前的握法如右上 通常會先懸蹲再起跳 如果要無硬直的情形下可能就要兩隻手了 右手拇指快速按那三個鍵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一般情形向前踩蹲跳的實用性和成功率會比較高 因為向前踩蹲跳會多具備滑行功能 會比較好懸蹲 所以用好滑的盾牌懸蹲會簡單很多 這個技巧最主要是要在這兩個陣上手持物 第一陣通常是X和加號同時按時會抓到 第二陣則是快速按X加號後會比較容易抓到 第三陣能不能手持要看離地高度 比較隨機 簡單講那兩陣持物就是持物滯空 切盾就是撥跳 如果想要節省盾牌的話 也可以學著落地前切換盾牌 當然這個技巧也是用在封彈上 不過這個片段只是舊版的setup 待會為什麼免贏一周 持物之空會不會掉東西和這兩frames有關 暫停時的高度越低 ZR按得越快 越不容易掉舞 可以看到影片雖然是第二陣 但是ZR按得夠快所以沒有掉東西 原理上就是提早鞠躬的時機來壓縮持物品的時間 自然向前跳也是一樣 主要是關閉選單後拔弓夠不夠快 像這個雖然是第一陣 但是ZR按慢了 靈科就有時間拿東西 所以8公尺會掉東西 不過玩家不用在乎這點 頂多再去撿就好了 要提醒的是SJC不能用在下坡 畢竟都是下坡了不用多此一局 直接往下坡跳就可以進此三時間了 其實掉東西偶爾也是有好處的 它可以幫你助燃草原 速度夠快的話就可以拿來戰鬥了 不想浪費自己的火箭也可以跟敵人借火 不過SJC其實也可以不選盾 這樣的話就可以省去外鍵直接按X和加好了 但通常只會在第一陣成功 也就是說雖然更好按 但也不容易成功 既然可以觸發空中子彈時間 雖然也能用封彈 要注意的是SJC的封彈必須要用到比較滑的盾牌 不然起跳炸彈不會在後面 盾牌不滑地面是滑的也可以 玩家也可以開發一些combo互相分享 比較進階的玩家應該打兩隻人嗎?也不是什麼問題的 比較進階的玩家應該打兩隻人嗎?也不是什麼問題的 以上教學公文的參考 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你有聽過 個人實際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